作为一个海洋国家 很多人对海蛮陌生 也不熟悉 有距离 那更不用讲他对海岸要不要保护 或者是说他受伤了要不要富裕 要不要修复 概念也不是很清楚 内政部营建署在推海岸管理法的时候就想说 有没有用另外一种方式跟民众共通 或跟一般的比较基层的工作人员沟通 让他们对海岸不只是一个工作上的责任 而是一个海跟你的生活 跟你的生态 跟你的生产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启动了一个跟一般的学术研究 就比较不一样叫做看见海岸 在海岸本身在地有很多民众对海 带有他自己的看法跟知觉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有机会 从不同的角度切进去 让他们也参与 然后带我们去认识真正的宜兰的时候 它或许也兼具了台湾各个不同 海岸的典型的一种缩影 每个学期我都会有一门课程 都会带学生去敬坛的一个活动 随着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文明 可是无形中在这种情况底下 很多东西给我们的很多的便利性 还有风雾性 可是无形中也制造了很多的垃圾 为什么老师要带你们去做敬坛 他们以前也都没有去做过敬坛 他说去那边有垃圾可以捡吗 那以前他们也都有去海边玩 可是他没有去注意到海边有什么东西 只是去那里看看海 去那边玩 结果这一次他去敬坛的时候 他发现了 哇 怎么有这么多垃圾 给他一个类似像50公斤的飼料袋给他们 他想说这个要捡到多久才能够捡 可是捡差不多20分钟左右 一个垃圾袋就满了 是一个生物圈 那随着各个地区呢 他的土壤的形态结果 还有所混的摩托 还有也会的摩托 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植物的种类量 当地呢 这个沙滩地区呢 他的这种属于沙滩生态系 他的生态系到底是由哪些组成的 有哪些的动物像还是植物像这样 那如果说垃圾污染在这个地区的时候 会对这个生物植物会怎样的一个冲击 我们的地球生病了 是我们人类所造成的 因为我们不断的来 为他吃一些不营养的东西 那这些不营养的东西 可能就是会含有有毒的成分 我们呢 希望说同学呢 除了能够在课堂上面去了解这些 影响环境生态的相关议题之外 那我们也是环境生态的疑问子 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 实际的行动真正的来去落实 让同学做为一个环境生态的小鉴定 让他们能够从自己本身做起 去影响他周边的朋友亲戚 那有一个点影响变成一个线 线再变成一个面 面再变成一个王 那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去影响到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 整个台湾如果大家都会受到影响 大家就会爱护我们的环境生态 台湾的整体的鱼业资源来讲 东岸算是蛮丰富的一个鱼业资源 我希望我可以用一个砍钩 比较传统的鱼法 然后试着就是说让修课的同学 去了解一下大致上传统鱼法的 坚硬的状况 跌 crit 整个宜兰海岸线这么长 大家都是以 recommended 捕鱼为主 整个困境的污染 然後雨越變越少 這些在地的居民 要再去做看過這件事情 好像變覺得 跟以前的環境不太一樣了 然後又缺少了人力 可是... 可是這畢竟是我們的文化啊 這幾年就是透過社區營造 然後慢慢去累積能量 然後我們從100年 開始把看過的話找回來 我們會沒有很多NPO組織 或學校單位 然後透過祈禱在現場做一些講解 然後讓老男子可以感覺到是 好像又活到說 因為以前看過那種榮景 那雖然他們現在沒有實際去拉 看到這些年輕人活動在 讓他們覺得很欣勞 就是說我們還可以這樣子 把這樣的在地記憶 在地知識傳承下去 我們要看過的人才有的 看過的人才有的 把音樂來 這是一個值得 或是應該要去記錄的面向 我們不管是用什麼的方式 我們也試著去蒐集 更多目前漁業資源的現況 來試著去記錄下一些店前的一個歷史 讓未來有機會回顧我們現在的 目前的漁業狀態 這邊這個房間氣候特限來講就是東北氣氛 還有這個颱風它的頻率也相當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往人來講 它的這個颱風它的頻率也相當高 氣候所造成的這些環境的衝擊也相當強烈 所以相對於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海岸防風林的它的價值跟它的必要性就更凸顯了 整個宜蘭從南澳沿海一直到金山萬里 幾乎海岸的林地大概都是保安林地 那這一號保安林是飛沙房子 那飛沙房子就字意上來解釋它的用意是什麼 它就是要防止一些飛沙 然後保護後面的住戶 你把它想成是一個律師的長城 海岸林的條件其實是很嚴苛的 岩霧嘛 海風嘛 所以我希望樹趕快長大 像這個地方會積水 白仙人跟海狼果都一樣 他們對積水都非常難 所以在環境很嚴苛的時候 原生種當然是我們的考量第一要件 可是我們有時候不得已也需要去做一些調適 從外到內來看它的這個效果 你們去做出來 它的樹是有多少豬 然後你們要去知道說這是什麼樹種 福哥怎麼辦 要量五次嗎 這不叫分岔 分岔是從下面這邊上來才叫分岔 所以這個要寫 你就它樹形是什麼 形式啊 你覺得咧 依依長得很好 對 我也覺得 它長得非常的好 對 長得非常的好 回去做出來也要趕快 對 八點五 零點九七 七十六 好多 七十五 零點六五 七十三 八點三 一米八八吧 三十 八點四 OK 今天在這個現場的實習裡頭 除了說去認識海岸的這些植物特性之外 也要在做這些海岸 黃鳳林的一個 呼籲照年的工作上 那它可能 需要去瞭解什麼樣的情形 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讓它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下 能夠比較早的來成長成林 來發揮黃鳳林的效果 在每年的地球日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次同步的自然觀察 大概也會有接近四十個定點 兩百五十位左右的自公 一起做這件事情 透過一個 我們設計的一個網站 然後結合手機的一個程式 讓他們可以直接在外面就做記錄回報 對 那我們這邊再幫忙累積成 所謂物種迷路的一個資料 那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其實就可以拿來做 環境教育跟氣力守護的用途 你看它腳上有感覺嗎 它是用腳上的毛來 好吃不好吃 這種螃蟹就是一個大鵝一個小鵝 在物種這裡你要打 比如說打中華沙蟹 你的座標有開碼時間有到了 這個系統叫做IMA Charlie 目前紀錄大概是有 六十一個物種八十三次的觀察 這張牌牙是公的 植物對風沙的翻譯來講 它就是一種干擾一個阻礙 氣流本身被破壞掉 工廠被破壞 然後沙子停下來 這些影響的作用是一樣 但是在每一個地方組合就不一樣 所以每一段韓就非常的獨正 每一段韓都有它自己的一個故事 我先抓個 比如說每五百來一隻好了 打自己的樁的時候 留在外面高度多少要記錄下來 那個沙面是會變動的 怎麼樣去看水平 你的眼睛啊 你的視線看出去 經過這個頂固連到前面 海天交會那裡是 我們當一條水平線 那這個點就是對的 這條線是讓它水平的很好 這距離有時候可以調整 那距離是可以調整 盡量紀錄今天高潮位的位置 沙丘擋得很高很壯 那就是它體質良好 擋這個海水的能力就越強 如果說沙丘已經被侵蝕 如果今天哪一天海風天海水暴漲 那這裡有一個缺口 那這個水就從這裡沿進去 二、三十年前 那時候的海岸線大概就是 會有兩百公尺的 這麼長的海岸線在那個沙灘上 我們也都一直在懷疑在推測 是海底面上升的 真的海岸線在盜端 到底海洋教育要教什麼 我們應該要教會孩子 怎樣去用什麼樣的科學的方式 來關心海洋 了解海岸的變遷 長期以來 民眾對於這個海岸線 其實都有很多的一個誤解 整個台灣四周是領海 但對於我們海岸的一個保護 事實上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我一所了解就是 只要我做海底 我就可以達到我保護的一個效果 我們海岸線到底有沒有報復 它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為什麼海岸線會改變 當時在外號我們有一個觀測就是 是在過40左右 我們是在2004年5月觀察的 它的海岸線是比較前面的 2009年在觀察一次海岸線以後 我們所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它的海岸線是遺跡的 從進水面到塑身 就是我們要觀測的位置 這就是乾濕的位置 在觀測的時候 我們會在上面設兩支樁 盡量稍微遠一點 好 跡力很近的話 應該這個變化不會很大 大鼻子一直很遠 好 量到那個乾濕的位置 是不是有對準那根柱子 對啊 然後這條線呢 就要從這邊一直拉到那個柱子之後呢 直的 有沒有看到 這樣直直的 然後一直拉拉到那個 濕的跟乾的交界的位置 就是你要測量的點 要把柱子移動 不用 你要幫我看喔 那個 海岸線的測量都是很長時間的 我們現在能做的 其實只有一點點 如果我們可以做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其實還是可以看到海岸線 是可以不斷的 消長的一個現象出現 那我們這樣對過去剛好那兩根 剛好那兩根住宿 剛好那兩根住宿 剛好那一根黃線 透過實際發生的事情 然後可以深入的去探討研究 那就是其實比較像是 大人在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他們在生活上面的連結 會比較有接觸 他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不是只是在讀書 而是實際上是 他未來可能會碰到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他們剛好住在宜蘭 那剛好看到海岸線的消退 或增加的話 那他們其實會更有感覺 那會覺得說 這些有些事情是 他們可以做的事情 小天啊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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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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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能夠當作示範 讓在地的這些團體 在地的提出來的 主動提出來的這些方案 能夠陸陸續續的操作 變成一個可行 而且長長久久的 持續去維護海岸的力量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力量 它能夠越來越廣 越來越大 真正的把這個 海岸的環境能夠維持住 讓海岸的永續發展 能夠朝我們的目標前進 一路 wastewater 能夠體力 淹能甜 嚇一杯 隨身 水 柳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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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沂 水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